有点到才会变虚线 像这个地方 那很容易就跑 就是说你在做圆角的时候很容易就跑掉 再做一次 R enter 比如说5 enter 接下来你就选取你要的边 那你会发现有没有这个时候就虚线 如果你要在下一条线的话 请你按空白键 空白键之后它会出现 预设是边缘 选取边缘 边缘的时候再点这边一条线 这两条线一起被选取 再选一条线 有没有这个时候这一条线被选取 那这边还有一条线 假设你要绕一圈的话 特别是你这个时候 点移动到这个线上面 点一下之后 最后已经绕一圈之后 你再把它按空白键 这个时候它才会一整圈 通通才会变成圆角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所以你其实可以 把它按shift的键 绕过来 上面的部分也会是圆角 好 那底下假设说 我希望底下的部分也变成圆角的话 圆角的半径为实 比如说我就圆角 圆角的话 接下来我就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绕一圈 假设底部要绕一圈的话 那会有个问题就是 你要选取的时候 你用这种视觉 视觉形式 另外两条线又怎么样 不好选 对不对 所以我前面好像有讲过说 我们可以切换什么 切换成另外一种 叫3D的 这种视觉形 或者是 这边有隐藏3D的架构线 那你可以用这个所谓的3D线 架构视觉形式 另外这两条线才看得到 不然的话 你假设你底下也要绕一圈的话 那变成你要去转 可是呢 特别注意 你那个一转 那3D的指令 它又要你重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假设你底部呢 也要是绕一圈的话 那我们用圆角 圆角它这个时候呢 选物件 我把这个物件底下的地方点一下 先点第一条线 OK 点了第一条线之后呢 把它半径为10好了 首先输入10 接下来的话 选举边缘 那也是要选这个地方 选一下 OK 那它会问你说其他的边缘在哪里 再点一下 再点一下 OK 然后就把它绕一圈 如果你视觉形式没有切换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选到这边 所以特别之后 这个地方关键在这里 假如你要绕一圈的话 请你用3D线架构的视觉形式 OK之后的话 请你按一个空白键 OK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了 它就已经被我底部变成10 那我们回到这个 视觉 概念的视觉形式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得到 那你要看另外一边 你也是要按shift的键 把他这样绕一下 底部的话 没有错 就会有 这个圆角出现 OK 这个地方我想各位试试看 上面 大概用个5 下面用个10 那这个正方块就是100x100x100 我可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